东盟防长扩大会反恐专家组联合实兵演习 昨天在广西桂林拉开了眉幕 来自18个国家的800多名参演官兵 及9大类上百件主战装备 在南战区某训练场集结 本次联合实兵演习 是自东盟防长扩大会反恐专家组成立以来 举办的陆上最大规模的反恐演习 参演武器装备均由中方提供 包括装甲 突击 侦察情报等各型主战装备 演习采取多国混编和单独编组方式 围绕反恐中南点问题研究 作战方案推演 特种营救 据点夺控 联合打击等科目展开 这次演习最大的特点一个是联合性 首次建立战役级的指挥所 战术级的指挥所 以及十个功能性的作战群队 这是体现的联合性 第二个体现的是专业性 包括了情报侦察 包括了电子对抗 特种作战 我们用了最先进的专业装备 在反恐专业技术上有大的提升 第三个是实战性 反恐作战非常复杂 包括了防范 反击 侦察 一系列行动 对于18个国家所有参演成员来说 我们在这里一同训练 共同分享经验 演习中的所有交流都意味着我们是并肩同行的 都将共同分享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参演官兵还将参加多国混编的足球篮球友谊赛 以及文化交流等活动 展示各参演国的军事文化和风土人情